俗女白天很多事 俗女晚上有心事 幫你搞定 俗女家務事 今天要來聊 其實我真的覺得婚姻生活 真的是危機四伏 真的要步步為營 尤其是老婆只要不小心 問了一個問題 你沒有好好回答的話 我跟你講 可能他就是 可以斷送性命的送命題 這樣比較好 這樣比較好 我只能說 今天的三位男士 請好自為之囉 真的 是意思的 婚姻是一輩子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我們的老婆 平常會在家問我們 哪些不得不回答 但又要小心的問題呢 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腰術喔 老公 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腰術喔 這種問題喔 萬寧考古題 你覺得這是送命題嗎 我們兩個也可以回答 這個百分之兩千萬 應該就是送命題 送命 對 但是我最近才遇到這個狀況 對 就是咪咪那天 就是帶著小朋友們出去很開心 我知道她要去髮廊 回來以後 她就說你看 哪裡不一樣 對啊 女兒今天燙的頭髮好漂亮 來 拍一張 當場 她說拍什麼 拍 就把我手機撥走了 說幾個話 對 我說 妳沒看到 我的瀏海不一樣了嗎 天啊 我說 我馬上腦筋 妳就這樣走馬燈 妳說我沒有辦法注意 因為我這輩子 都沒有這頓人 頭髮的事情 妳問我頭髮的問題 就是問錯人了嘛 避開了 這段和尚講說 吃肉的味道怎麼樣 是一樣的 頭髮 那太不應該了 對 然後我就仔細看 他瀏海 說 我跟你講 男人就是不用心 就很生氣 真的 對 我說我出門的時候 那個瀏海是 遮住我的眉毛的 對 現在回來我稍微剪短這樣 剛好露出眉毛 妳看不出來嗎 這樣我的眼睛多有神 真的 妳說 難怪嘛 咪咪問的 真的有一點難度 對 然後他就是喜歡妳的 關注他 他就喜歡挑 他就喜歡跟我這樣 手足無措的 嚇得要死的感覺 現在根本根本沒剪 我跟你講 真的 他就是要嚇我 對 不要以為 只有老婆會這樣 老公也會 也會嗎 我老公有一天 就在電梯裡 範圍很窄了吧 就電梯裡 很好猜 它能夠哪裡不一樣 他就說老婆 你有發現 我今天不一樣嗎 然後我想說 天啊 我人生居然會走到這個 終於走到這一步 然後我就開始看他 我說 真的不一樣 然後我就說 因為他看不出來 我就說 我真的看不出來 然後最後我真的是 突發奇想 我就說 你今天穿 V字領 然後我就說 逼你個頭 我把鬍子剃了 所以 誰不在看那邊 不是 我要先講一下 因為我那一段時間 拍那部戲 我必須要留鬍子 就還滿長的 就是看得到顏色這樣 就下面跟上面都有 都有耶 都有 然後我留了大概 兩個多月 代表這兩個月來 你沒有認真看過我 Paul哥 慌不慌唐 我跟你說 我完全知道 你當下那個隨機應變 那個智慧 我立刻就說 我立刻就說 沒有 我執法的時候 明明馬上就看出來了 沒有 我練你我頭髮就麻 你那個要是太明顯 就在上面而已 就這樣而已啊 你也一樣好不好 真的是 我立刻就說 難怪 因為就是V字領 所以我才會覺得 顯著你這邊都很乾淨 同一個區域啦 你都好會轉喔 我三個小孩耶 我的目標一定都是這樣子啊 我也是三個小孩啊 你那麼巧喔 你不要講我 你自己也是一樣 有一次也是 老婆也會問嗎 她會問 她那一次出通道之後 然後回來家裡面 一樣大啦啦的這樣 也很漂亮 老公 我今天哪裡不一樣 好 我想說 你們好煩喔 平常你在家裡化的妝 一定跟通道的妝 一定都不一樣 特別有氣質 所以我平常沒氣質囉 不是 是因為你在家都化淡妝 然後後來小可 一直在衝刺過 那我到底哪裡不一樣 然後我就一直猜 一直猜 眼睛不對 哪裡哪裡不對 原來是她的口紅 唇色 換一個比較偏橘色一點 男生哪會注意這個 你這題很難啊 可是她 那時候我們兩個交往的時候 她就說她喜歡我的笑容 所以我就覺得 這話你也信 老公 我信他們結婚 所以我就覺得 嘴巴笑容 因為她最重 而且我那時候還想說 挑了一個今年最流行的 偏橘色系的 可是如果 因為我說 她嘴唇如果不一樣 我說妳剛剛吃麻辣鍋是不是 因為整個腫小 我哪會看得到對不對 咬唇妝 人對妝哪會懂啊 這個真的太難了耶 兩性專家趕快救一下我們 到底怎麼辦 當男生你知道 所以你不是咪咪喔 對 對 你真的咪咪 好高喔 今天哪裡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不一樣 完全不一樣 身高不一樣 對不起 好 我跟你講 因為我知道 男生對於女孩子 問了這個陷阱廳 當女生問這一題的時候 他在幹嘛 他在說要存在感 就是老公咪咪... 看看我 你已經好久好久 沒有看到我了 這樣子 然後我發現 在我兩性質詢裡面 有些男生這很不長眼 哪裡不一樣 你變胖啦 變老啦 就耍耍氣的那一種 所以我會覺得說 像男生就是面對女生 這樣的提問的時候 我跟你講 就像說你在吃東西 好不好吃 你也不能一味的說 好好吃喔 你就還沒有細細品嘗 你怎麼都可以說 隨便亂講話 更太虛假 吃東西這東西 真的很重要 浮誇 我剛開始做菜的時候 三道菜我做了八個小時 然後出來的時候 天都黑了 然後重點是出來的時候 我發現 他吃好多碗飯 結果他大概過了 因為太鹹啊 過了三個月之後 他才跟我說 你真的口味有越來越清淡 然後我就說 所以我第一次做 很鹹 所以我吃很多飯 你老公很好耶 要以鼓勵代替折冒 如果當下要跟他講說 你做菜怎麼那麼鹹 我跟你講 以後不煮了 沒錯 每次都給他請求感 就是全部都掃光 就算很鹹 還是要掃光 阿伯做得很好 所以可以活到現在 所以他以前不胖 是水腫 那是太鹹 被你害的 對 就是我跟男生講 首先你一定要就是 很仔細地去端詳他 凝視他 你多久沒有看過你的老婆了 他就是要叫你看著他 含情默默地看 好不好 那如果說你真的發現 沒有什麼不一樣 就說老婆 我真的還真的看不出來 可是你知道 你依然還是如此地美麗 這個也是打中女生的紅心 好嗎 那如果說你求生意志很強的話 其實你就是注射了三秒鐘 然後大概就是開始打聽 然後你撲出來什麼意思 注射三秒也會 是會增加更長的尷尬 什麼 難嗎 三秒鐘 三秒鐘會很久 太好吧 很久 太怪了 太怪了 我跟你講 求生意志強的話 你再撐到撐出來 婚姻又永保十年 二十年 就是要這樣子撐下去 來 我們來看一下 第二個老婆常問的問題是 送命第二題 老公你可不可以幫我 有一次小可也是這樣子 因為週一到週五 早上跟下午要接送小朋友 都是我在接送 那六日的時候 偶爾我會出去打打比賽 打打棒球比賽 那小朋友還是有才藝課 要去上數學 要上英文什麼的 他那個週末就想要跟姐妹 掏出去聚餐幹嘛的 他就問我說 老公 你週日可不可以 幫我去接送小朋友 去才藝課這樣 那你問我可不可以 我心裡面是比較想要去打球 他也就沒講話 大膽了 沒有回應 所以那天下午我就很開心的 去打球了嘛 沒回應就OK啦 對啊 就回應就OK了嘛 去打球 打完球回家之後 到晚上睡覺前整個大爆炸 當然要爆炸 整個大爆炸 然後就說什麼 我不愛這個家了 為什麼我為了一顆棒球 可以拋棄棄子這樣 我只能去打個球而已 那如果你真的要我 其實你就說老公 你這個禮拜你去接送小朋友 我們不想那麼強勢啊 而且我們很幼稚 不是吧 你就明明要我們去 你就不要講 可不可以 那你應該懂我 我跟妳講 可以就好了 懂你是結婚前的事情 結婚之後 不是 結婚之後 我們大家把話說明牌 會省去讓很多的浪費時間 可以拿去 我們不要浪費時間 再可不可以 你要我做你就直接講 好 那我來講 我老公也是 老公有話要說 我跟你說 我就跟你講 小朋友回來 聯絡簿一定都是我們在簽的 對啊 爸爸好像在孩子上課之後 爸爸的這個角色都是空缺的 就恢復單身 對 然後都是媽媽在做 然後無論 那我們在簽聯絡簿的過程中 我們會看聯絡簿 作業寫完了 老師有交代什麼事情 明天有特別要交代什麼 我們都會看親情 每一個都要看有沒有打工 對 那那一天我工作真的比較多 我就跟老公講說 因為我真的很累 我說你可不可以幫我 把聯絡簿 你可不可以麻煩你 幫我把聯絡簿 麻煩你 又多加不可以 再加不可以 不可以麻煩你 幫我把聯絡簿有空的時候 簽一下 就說謝謝喔 然後你知道我十二點多 進我們家客廳 我火了 三份聯絡簿 別在那邊 然後我就想說 都沒簽 拜託我求求你 你簽了 我拜託你簽了 然後就被顫抖的手翻開 打開 空白的 好 我就簽了 但簽的過程其實都算了 因為他們那天功課很多 對 所以我就一個一個 又要把功課拿出來 因為這是連帶的 對 然後已經告訴過一次 其實我那天很不開心 我就直接真的 過了隔天之後 我就跟他講說 老公你下次簽一下 因為我真的很累 對啊 而且就簽個名 有這麼難嗎 他就說 他就說 好 我會注意 我會簽 就真的喔 有一次 他真的簽了 小朋友 還好 有進步 對 然後下課回來 我去接小朋友的時候 那天是我去 我去安晴班接他們 接回來 哥哥一上車就很不開心 媽媽 我說怎麼了 不開心功課沒有寫 還是沒有帶 對 為什麼班費沒有給我啊 全班都交 就只有我一個人沒有交 然後我就說 我不知道耶 他說 有啊 寫聯絡不上啊 然後我就說 不是 寫 你要簽 你要看 你不是簽完 你這樣會被詐騙集團騙耶 你真的覺得 你真的很誇張耶 連看都不看 不是嘛 因為他那個注意事項太多了 功課方面我有看 國券有寫 數券有寫 最後那個我 你提一提來 你先救小可剛剛第一題 可不可以麻煩你 有空的話 幫我簽一下 有這麼難嗎 不是 那我 我的重點 在放在於說 我要盯完小朋友做完功課嘛 那盯完之後 也許我就心就整個安下來之後 我就沒有想到 臉都不難怪我 而且再說 我知道他一定會要整個 再搬出來做檢查 所以我就不簽了 你就抱著這樣僥倖的態度啊你 我索性就不簽了 那種鬼話 不行的 不行 我真的因為聯絡部這件事 你跟王作軒也吵架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我已經從簽到 簽六年小孩到要小學畢業 已經簽 然後好不容易叫你簽一下下 我不知道難度在哪裡 他就簽一個王話這樣子 然後就結束了這樣 重點是小孩回來 然後就是什麼分數漏 然後那個什麼都沒簽 對 然後我就說你怎麼 我沒有看一下內容 他就說小朋友 他就把小孩叫來怕 你們自己的事情 要自己負責 爸爸只負責千連絡部 喂 好不好 你要錢就跟媽媽拿 五十塊我沒有 你要簽你就是要負責啊 你簽合約 你不用看內容 好奇怪喔 還一直罵小孩 可是我覺得千連絡部 這件事情 對爸爸真的是有難度耶 為什麼 因為我老公也沒辦法 是不是 對 有一次我小孩也是 而且怎麼樣 兩位老公都是姓 王 比劃很少 其實就這樣子 白跟王比劃都很少耶 比劃這麼少耶 對啊 我老公我都很好笑 每一次因為小孩就是覺得 他也是會發生阿Ben這種狀況 就沒帶錢啦 什麼東西都沒交啊這樣 然後有一次也是 就是我錄影比較晚回家 然後也是我老公簽的 但是我不知道還有錢 是事隔了很幾天之後 有一天小孩要外出 第二天要外出 然後呢 後來我老公就說 為什麼你們那麼晚才回來 然後他就說 爸爸我們今天下課有活動啊 他說有活動 老師不用先倒枝的嗎 然後很氣喔 然後後來 然後後來我們小孩就說 爸爸老師有給同意書 你有簽 我有簽 熟 到底在氣什麼 爸爸這招都來 你的大腦真的結構 還有一次 不知道是什麼 疫苗單 我也快急 疫苗單發回來喔 明明小孩都已經打過了 他還簽要打 哪兩次會生病 哪兩次會生病 你到底有沒有看過 你小孩當幾次疫苗啊 真的算了 老公還是醫生耶 真的 這是這樣你才會更氣 而且這個時候 你一發火之後 王作軒要說 你們給我出來 你們自己打過疫苗 真的要負責 三頭拿出來看看 讓我確認一下 光是一個聯絡部 真的很好講 所以可不可以 麻煩你幫我 這些都是不是太客氣了 太客氣了 對啊 我覺得算了啦 以後直接說 所以我們直接給指令 你們會覺得比較舒服嗎 我們喜歡 有禮貌的給指令 有禮貌的給指令 就是態度堅定 但口氣溫柔一點 對 這樣可以接受嘛 好 指令要夠清楚 對 好 那接下來 第三題 對狗狗一樣 你都快掉了一半了 那個...好不好 連成藥師都是了 藥師終於呼過來了 最近才發生一個大事 真的假的 而且那個時候是最近 剛剛才發生的事情 就是那個時候有一天 就在晚上睡覺 大家在睡前 在床上滑個手機嘛 滑一滑 女生不都在看網拍嗎 對 看到 看一看...就忽然看到 有那種漂亮的性感內衣 他說 老公 我可以買內衣 我買性感內衣好不好 好啊 當然好啊 這套很不錯 這套很漂亮啊 很漂亮 等一下 一直在講說稱讚 就是希望他買嘛 對不對 反正前老公出 結果沒想到 我想好了應該OK了 當場臉色大變 這不是很有情趣的事情 我當時走把燈又跑了 我說不是 我不是說好了嗎 為什麼不行 你不是要我說 還是我要說不好呢 不對啊 對啊 檢查過各樣的狀況 應該都OK的啊 然後後來他才慢慢吐出一句 他那個時候其實就是在注意 看這個網紅 你這一題好深喔 他其實是在看那些網紅 然後他就把我的那個手機 搶過來了 就說我要看你的社群 有沒有追蹤他 有啊 有啊 所以他問自己題目之前 他自己心裡已經想要 要不要把社群打開 然後傳訪 好死不死我前一天剛好有按讚 沒有啦 沒有可能滑到或什麼 本來我之前還有很好的畫面 完全沒有了 那個月大概停機一個月嘛 對 什麼都沒有 所以根本就在測試 好不好其實另外一檔 是要想測試 可是為什麼陳耀師這一題 你怎麼守不住啊 守不住 不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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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一般我跟我太太 他比較喜歡假日可以到外面去走一走 很正常啊 那我是比較喜歡在家裡看書啊 打手遊啊 上網啊 打手遊啊 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我也嚇一跳 優勢邪目不要這樣 對 我們要抱金鐘的 有那個頓點 你那樣 也只是不講就不講 我要講就要講得很難 腰水很開放 對啊他就問我 我們到淡水去走一走好不好 好 事實上就是想要去走 但是我就會講說 現在新冠肺炎啊 你自己是藥師 你自己怎麼會想到 這麼多人 要出去這樣子走一走 這不是很危險嗎 想要是跟你去 不是暴露在危險 事實上是我們也不想去 我老公跟你老婆 有一樣的問題 所以他們比較適合一陪 我老公就是會講說 他就滑一滑然後就會說 感覺是剛剛才滑到的 他就說老公你看 沒錯啊 我們這禮拜六 禮拜天去這裡好不好 好 好不好 來喔 然後我就說 這禮拜六 不可能啊 這種地方看起來就很有名的 人很多 一定讀到了 人很多 不會啊 我訂到了 我就是想說 剛剛訂的 你不去走就訂了 所以他們不可能 不可能馬上訂到的 他就說 就這禮拜六 禮拜天去 你知道我去 我是帶著一個空虛的靈魂 我整個靈魂是抽走的 我就帶肉體去 隨便你們柔膩 而且你知道我會自己這樣 幫家裡規劃行程其實是 有不得已的苦衷 為什麼 之前我們有去環島過 因為那一次的假期 只有一個禮拜 一個禮拜環島 然後呢 之後我的行程是怎麼樣 都不要停 早上出門 早上出門就是開車 開車到了飯店之後 我把行李打開來 真的... 行李打開來 換洗完衣服 我開了一整天的車囉 換洗完衣服 吃完晚餐 隔天早上 行李再關起來 我又要再上車 再開往下一個目的地 到了飯店 行李打開來 衣服拿出來 就這樣過了七天 不是慢活 就是每天換飯店 我每天要換飯店 每天開車 現在一直在開車 他是你包車耶 可是我老婆跟他規劃的 剛好相反耶 天啊 我們六點就要出發 好 我們六點 然後到了台中一個外面 我說好 逛完了 接下來因為逛一個小時差不多 對 沒有 我們整天就在這個外面 對 我說這邊沒有東西 小朋友說爸爸好無聊 我不會到了墾丁 到了墾丁想說 好 那我可以待在VILA裡面 我們還好休息一下吧 對 放鬆 老公走 我們帶小朋友去海生館 我們帶小朋友去逛大街什麼 去玩水 拜祕耶 那根本就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 所以我緊張 完全沒休息到 但是女生的思維 怎麼差那麼多啊 因為其實我覺得像女生 像可不可以或好不好 第一個 他就有在撒嬌的意思 如果把這個語氣 揉合成十倍就是 可不可以 但如果是別的妹 你們搞不好就很高興啊 自己老婆就會說 不可以都不好啊 作家 是不是 他們的人生 不會再接觸到別的妹了 對 所以他會覺得說 老婆你跟我講 我都說不要 不好還是什麼的 而且另外是女生 老婆會希望說 我們今天已經是 那麼多年的夫妻了 但是心有靈心 你懂我 我只要講一個頭 你就會說好 沒問題啊 所以我覺得男生 如果你不想要送死的話 就是說好 然後就說可以就好了 還有另外一個案例很重要 有些女生會說 老公你會不會覺得家裡很髒 好 這個是什麼暗示題 所以這個時候 男生如果求生意志很強的話 首先妳就說滿髒的 好 老婆我來幫妳 好比洗衣服 你就把髒衣服丟到洗衣機 說老婆我有幫忙了 就是我開始洗了衣服 那你知道有些老婆是那種 沒有啊 沒有很髒 有些老婆是那種 她會開始做事 沒錯 可是做事 她不是要叫妳在那邊不要幫忙 她是希望說妳要加入她 有啊 她就叫我幫我腳抬起來 我就抬起來 你就是著手指 我可以吸壁很大力 對 我們就會在老公旁邊 然後很忙 對 幫她洗碗 對 幫她洗碗 洗碗會洗得很大聲 對 她可以 對 她可以真的幫我們當空氣 她聽不到 感受不到 她還可以繼續很專心地 滑她的手機 真的 所以我覺得男生你不能說 你還是要幫她跟加入 可是如果說 你真的不想要做的話 那我也告訴你們 就是不要做太好 你可以滴就是越踢得 都是拖得很濕有沒有 老婆說 你這部分我們可以不討論 來 我們下一條 就是類似要加入老婆 加入老婆很重要 有動作 對啦 對 沒錯 至少要有一些動作 所以剛剛這個是標準的 就是真的送死提提提 但其實有一些問題 真的就是一問你也覺得 這很不聊 有 因為她最近在追韓劇 你知道韓劇就是那種很浪漫的 老婆在那邊摸你的臉 然後在那邊要幹嘛 浪漫來浪漫去的 我一個人看到韓劇 我自己也不愛看 就覺得很無聊 她忽然就看我一個人無聊 那邊走來走去 她就問我一句話 說那個老公 你最近是不是想 靜一靜走一走 我說好啊 然後我就拿了那個錢包 我一個人還有鑰匙 我一個人就出去了 在那Seven好開心喔 拿一個那個啤酒 然後配一個那個魷魚絲 在那邊吃得很開心 然後梅仔在那邊聊個天這樣 這樣之類的 真的有梅仔 就小七的嘛 就那種電影啊 很開心啊 就回家以後 真的臉就變了耶 小七的梅仔 真的 忽然從那個韓劇 變成恐怖片耶 然後跟我講說 你一個人去走 我說對啊 她說最容易是她問說 開心嗎 我說還不錯 滿開心的 滿順的 真的臉就變了 她說你真的一個人去走 我的意思是 我們兩個一起去靜一靜 走一走 沒有兩個人 我不知道她在走 我就自己去了 你知道嗎 你死得很難看耶 天啊 真的 原來我也是擋到畫面 原來是她看到人家韓劇很浪漫 兩個人很緊 對 她也想要這樣 暗號 對 她想要兩個人一起 散個步這樣走一走 可是我覺得這題不能怪Paul耶 我身為女生 我都不知道咪咪原來是這個意思耶 你幹嘛看我不是咪咪啊 所以要先把暗號公通好嗎 都會看 先坐下 然後想說這個女生的問題 其實我覺得女生這個生物 本來我們本來就是比較迂迴 的一個生物 太迂迴了吧 我都沒有 那其實我覺得為了要 測移我們夫妻之間的 這個心電感應跟默契 我們講話有時候喜歡 生東即西啦 好比說呢 我在做這個良性諮詢的時候 當男生 當你老婆跟你說 老公你最近在忙什麼 我跟你講你不要傻傻就說 最近忙加班 他當然知道你在忙什麼 可是當女生問出這一句話 老公你最近在忙什麼 他就在暗示你說 我覺得你陪我的時間不夠多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可能是 我懷疑你在外面 是不是有其他的女人 不然你最近都在忙什麼 怎麼都沒有回家 這句話就進去喔 那我也是很遠很遠很遠 這一集好適合做筆記喔 對 所以我覺得當男生 你的老婆問你說 你最近在忙什麼 你是可以跟他講說 我最近是在忙加班 可是你一定要加說 老婆你知道我最近很忙 我已經在計畫 等我忙完以後 我要帶你去住飯店 我們來個三天兩夜的小旅行 或是你不然去看個包也好 我想說沒有我忙 都沒有時間陪你嘛 那你去敲個包 對 讓我送給你 對 女生就很高興 對 但女人就是喜歡這樣 喜歡被寵的感覺 覺得她比別人被更寵 像最近不是常常 很多女明星藝人 開箱自己家裡 就會講說 我今天又買了包包什麼什麼的 然後咪咪看到以後 就跟我講說 你看這個包包 好多包包其實好浪費 我不喜歡買包包 我想說她想說不喜歡買包包 我就安心了一半 畢竟就是這樣 不需要包包 你太焦慮了耶 我就打車隨盆上 我說對啊 其實不需要那麼浪費 如果人漂亮 像你那麼漂亮 哪個那個紅白塑膠袋 也很漂亮嘛 對不對 誰要啊 誰要哪個塑膠袋 誰要啊 然後就把那個直播關掉 然後就出去那個廚房 我說應該是去上廁所吧 我突然這樣有聲音 我說什麼聲音 然後打開房門一看 他那個有一個生日蛋糕 上面插著一個蠟燭 然後就說 祝我生日快樂 他生日你忘了 沒有 我沒有忘 我記得那是一個禮拜之後 所以我那個時候還處於 警戒區外 我想說三天內 再來去警戒這些事情就好了 對 他說怎麼會今天是你 我說寶貝今天不是你生日 你生日不是一個禮拜 他說沒有 今天是我農曆生日 祝你生日快樂 所以農曆生日也要過一次就對了 對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我也要過生日 但重點來了 他說這個生日本來想說 我自己買來的 然後自己吃的 但是我想說 你應該會記得說 人家我們的這個 人家有一樣的這個精品包包櫃 我們的更衣室有一個包包櫃 但我包包櫃完全是空的 空的 然後我本來想說 藉由這個生日 想說看看有沒有其他的那些 對 女明星有沒有那些 比較好看的包種 可以給你當個參考 天啊 所以我沒想到妳說 我就塑膠袋比較好 那沒關係 好 謝謝 好可怕 原來是她看著別人 這個女明星是 其實要提醒我說 該送生日禮物了 真的 我生日那一天喔 我是不是工作到很晚 然後我們錄完影 我才回家 然後一回家之後 一個橘色的大盒子 在床上耶 那我就想說 好冷喔 終於 我想說 怎麼還有 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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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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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 我想說這個當天還有驚喜 這也太令人感動了吧 然後我就打開看 裡面沒有東西 就有兩個防塵袋 我想說怎麼是空的 打電話給她說 你什麼 你是不是 東西放哪裡 對 為什麼 你是把禮物藏起來嗎 她說沒有啊 因為那天我就去那邊買鞋子 然後鞋子 我穿走了 盒子我叫她送回家 什麼 鞋子她穿走了 盒子叫她送回家 然後也不知道是哪個 可能是小朋友 就是把 想說那個整個盒子 就放在我的床 她看起來很像禮物 想說媽媽今天生日 應該是媽媽的 自己整個 沉浸在自己生日的 過程好適合側路喔 感覺就整人節目啊 不是 那個幻想跟真的一樣 最後一場空 真的 對 好 加在她之前 已經先準備好了 本來就有了啦 對 所以不至於一道抱怒 這真的很等人啊 對 沒錯 所以如果你真的有事情 要跟老婆溝通的話 你覺得用什麼方法比較好 我覺得要用有智慧的方式 什麼 我學會了 這個智慧是你今年每月 累積出來的 這個時候我拿出我的智慧 因為有一段時間 她很常看歐美的那些雜誌 然後她很羨慕人 她都有一波那種很長很亮麗的頭髮 歐美 多浪頭啦 多長髮 對 那其實 因為我們兩個認識的時候 那時候在拍戲 她演我老婆 那時候她戴一個假髮 就到這邊這樣 結果我看過她長頭髮的樣子 所以我以為你們講另外一個 真的不好看的 真的不好看 所以呢 我跟你說 她講的是真的 就真的不適合 真的不好看 然後她那段時間 就一直跟我講說 她很想留長頭髮 很想留長頭髮 然後我在想說不行 那如果我直接這樣跟她講的話 會傷了她的心 對 於是我就拐個彎 用另外一種方式跟她講 我說老婆 你知道演藝圈裡面 沒有幾個適合短頭髮的 真的沒有幾個 就只有梁詠琦 好 轉得好 第二個就是徐小可的 真的 除了這兩個藝人以後 我沒有看過任何女藝人 短頭髮是好看的 真的 但是我覺得 老公其實有時候有些要求 我們也要試著用 智慧的方式來回應她 對 對 就像前一陣子 我老公那個G 就把它賣掉了 那其實他在買G之前 他其實一直想要騎重機 因為他身邊有太多 重機的好朋友 這些重機的好朋友 都會用圖片來告訴他 騎重機有多帥 但是對我來講 我就是覺得騎重機很危險 因為你騎它不可能慢 然後再來一般的路 你也不會騎 你一定是騎山路 那山路你一定是騎了平路 就開始要往彎的走 所以就會越來越進階 越來越危險 但這時候 又出現了一個好朋友 你也太容易騷了吧 歐蒂哥 隨便出現一個人 歐蒂哥 他很瘋狂 你知道嗎 我也不知道他們兩個是怎麼樣 就是連結在一起的 有一天歐蒂哥 就直接傳照片給他說 你看 有這一台 要嗎 很便宜 我賣你 然後他就說 我賣你 所以歐蒂是要賣車 不是 因為他什麼都賣 大家還能買新的 什麼都會奇怪 我跟你說 而且更誇張的是什麼 那一天半夜 一點多 我在床上要睡覺了 突然之間我的臉書 一直被Hash 被AID 我想說到底是誰AID我 一打開 歐蒂哥跟我老公 兩個人在FB對話 然後歐蒂哥就說 夫人 你覺得如何呢 因為他們兩個已經 開始談價錢了 然後我想說奇怪 歐蒂哥耶 我加他好友已經加半年了 他要都不加我好友 他會在這個捷骨眼加我好友嗎 然後我在MURMUR的時候 我老公就傳訊息給他說 完了 我老婆說 怎麼辦 然後就再下一分鐘 歐漢聲允許你好友 準邀請 一分鐘耶 他就在那個摩托車 為了這件事情 洗我老公的錢 然後幫我變成好朋友 就是幫你加好友 不可能買單 我就不可能買 然後最後我老公 我也真的很厲害 因為我就跟他講說 我真的很不願意你騎總級 對 然後我 我就真的很擔心 你會很危險 然後我老公就說 那這樣子 G卡跟重機 你選一個 就說 那G卡 這兩個可以畫等號的喔 我就選 我選G卡 結果他下個月就選G卡 對不對 所以 那這樣就算有得逞嗎 也是啦 有得逞啦 但是我覺得在勸退的方式 至少我們兩個 沒有在過程中吵起來 可是其實我覺得 在兩性當中 尤其像女生啊 像在台灣 最容易就是跟男生講說 好好喔 你看那個老公 都把錢給老婆管 他好愛他 那男生就會覺得說 所以我如果沒有 把錢都給你管 表示是我不愛你嗎 還是怎麼樣 所以男生 我覺得每個人都不喜歡 被比較的感覺 所以說我覺得 男生對女生也是一樣 你不要在女生面前說 以前我前女友 都怎樣怎樣對我 這些東西千萬都不要聽 因為沒有一個人喜歡 被比較的感覺 對 不要比較 所以如果這樣子的狀況的話 建議我們要怎麼跟老公 說比較好 就是要把錢管過來的意思嗎 對 就是直接說 那要怎麼開口 老婆們 記筆記啦 其實我認為就是說 在台灣這個社會氛圍 本來就是很容易會認為說 你是男人啦 就是應該要一肩膀 把家給扛起來 可是我覺得老婆 你要當一個聰明的老婆 而不是精明的老婆 有的時候 因為你知道男人他會覺得說 我在外面我會希望說 自己有支配錢的能力 老婆嘴巴上應該是說 沒關係 如果說你需要什麼 支配錢的話 你就大膽的去 沒有關係 可是你大方向你只要掌握住 他一些小的地方 譬如說他想要買一些 自己的小禮物啊 買一些奢侈品啊 如果說你們家的錢 才是可以負擔的 不要在那邊管東管西 就是一分一毫都掌握得很清楚 這樣男人也痛苦 你把自己搞瘋 沒錯 因為男生跟女生 真的先天構造真的不同 更不要講說思維邏輯了 所以會不會有時候 就是你很精心的 想要幫老公做一點什麼 但老公就真的很不懂 因為Ben是一個 他其實很細心 像我們每個月的十八號 是他說要一起過的紀念日 每個月十八號 很忙耶 你是不是那時候有點 講完之後 然後一結婚就後悔了 也沒有 只是步驟會越來越精簡 從剛開始整個 一整天的細節 現在就是比開始而已 就是一個燭光晚餐都OK 或兩個人在一起這樣 看一個電影都OK 可是每個月他很有心耶 每個月就是結婚 一年一次老公能做好就不錯 對 然後那個 那一個月其實是九月份 那我記得九月 因為九月份我生日 所以九月五號已經過完一次 我生日了 那他準備的餐廳 那我就想說 那九月十八號 我一定要準備得更用心 因為等於說我要把這個 老公對我的愛再補回來這樣子 因為前陣子很流行 那個分子料理 然後我想說 對 帶他去吃分子料理 而且很難定 我還特別問 第一套他還上來的時候 他還說好特別喔 因為他的所有東西都小小的 茶也就小小的 對 一口就沒了 然後他就這樣 男生應該覺得 應該後面會給一碗滷肉飯什麼 對 然後他就開始放空 我就說老公好不好吃 他就說 妳就 一下就沒有了 回去之後 在車上我就覺得我很用心 因為其實不便宜 然後結束之後 我就說老公那個紀念是快樂 然後他在邊開車就說 老婆我們下次不要花這種錢 你可不可以明天再講 因為你在當下講真的很掃興 對 真的喔 而且我也就知道很貴 我也沒有料到那麼貴 我覺得老公有時候真的不懂 因為我也聽過滷肉飯這種台詞 是不是 然後重點其實是因為 我其實很希望他可以很重視健康 對 因為我老公他是一個 他每天喔 他只喝黑美食 黑美食 每天一杯嗎 一杯到兩杯 所以妳是不是不喝水嗎 完全滴水不沾 怎麼行啊 對 天啊 然後我跟你說 我真的很擔心他 因為他其實吃 之前我認識他的時候 他們家就是除了冷凍水餃之外 就是甜辣醬 一排的甜辣醬 然後我就說 妳為什麼那麼多甜辣醬 他就說 因為端午節之前買的 我說妳端午節就過一天 妳買那麼多罐甜辣醬幹嘛 他說他一顆粽子 可以配半罐甜辣醬 有人真的是那麼喜歡 對 他吃粽鹹 然後又不喝水 其實我非常擔心他的健康 然後我又知道其實 所以他真的是 代謝不掉水腫 又不喝水 是不是那麼鹹 對 然後我就覺得 我就覺得其實 然後我後來結婚才知道 其實家裡面其實有 遺傳性三高的問題 那其實我就會很擔心 這個要注意 因為我跟他講說 其實我沒有小朋友了 我們不再是兩個人 我們以後的健康 其實是為了為小朋友 我們減少他們的負擔 不然他們要工作 然後我們又老了躺在床上 又病了怎麼辦 然後就跟他講說 你不要吃那麼鹹 你不要吃那麼鹹 對 那你真的講 再多都沒有用 我就帶他去做健康檢查 先看看他有沒有不合的 對 有一年我犧牲我的生日禮物 我跟他講說老公 你送我生日禮物 陪我去做健康檢查 好不好 你好偉大喔 大概他三十歲吧 三十歲的時候 他做了人生第一次的健康檢查 你知道嗎 對於綢繪都好早喔 真的 超全部署 部署成這樣 因為我們家都有固定在做 他是完全不願意 他害怕看醫生 然後那時候做完之後 你知道嗎 真的是人喔 不見棺材不掉淚耶 他一定要看到 醫生就 今天拿到就這樣 為什麼 你才三十二歲 這樣不行耶 這樣不行 那就是因為太多 雖然說數字 數據都沒有很高 可是真的都是紅 但因為還年輕 那時候才三十隻 然後重點是 全部都是心血管的問題 例如說高血脂 然後就是三高 而且他還有脂肪肝 在醫生在聊的時候 醫生就說 你知道嗎 白恩生 其實在台灣 其實很高耶 比例算高的 而且加上就是前一陣子 我們不是很多就是 藝人朋友死於心血管疾病嗎 所以其實我覺得很擔心 我就跟妳講說 其實我不是害怕妳吃 是因為我覺得妳吃 妳真的要吃對 不然的話 我們就要真的好好 顧及自己的健康 所以 歡迎大家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解決妳所有的家務事 跟上潮流社會事 滿足妳想知道的八卦事 還有時尚這檔事 趕快按下訂閱頻道 加上小鈴鐺 索女家務事 趕快來訂閱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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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